最近的天气特别好 特别适合胭脂东西 秀秀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客家萝卜式的家常做法 10斤白萝卜去头去腿后清洗干净 先切圈再切成条 全部切好装入盆中 放适量的粗盐 也300克 不要太咸也不要太淡 太淡了保存的时间不长 将它彻底拌均匀 拌均匀的萝卜条装入大瓶中 压实一些放一袍腌制3小时左右 腌好的萝卜条软啪啪的不易折断 而且腌出非常多的水分 捞出尽量挤干水分 将它均匀的摊开 放在太阳下晾晒一天 晒至像这样发烟的状态就可以了 全部装入盆中 切点蒜粒姜丝 蒜跟姜都要提前晾干水分 再来点红旗米粉上色 最后来几瓶冰糖 将它拌均匀 最后来15克白酒继续拌匀 喜欢五香粉的可以放一点 个人不喜欢所以就不放了 准备一个无水无油消毒过的玻璃罐 将拌好的萝卜条装入玻璃罐中 并将它压紧实 咱们的客家萝卜柿就做好了 平至三天以上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萝卜柿清脆绳口 用来下周下饭都非常不错 这就是腌好的萝卜室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